今日过女的表弟表妹说要来吃饭 做回小朋友喜欢又家常的小菜招呼一下 其实小朋友的要求很简单 不需要山珍海味 最重要健康又好吃 首先去超市买一块可遇不可求的牛白腩 牛白腩是一块薄的筋膜 口感爽脆 富含骨胶原 最适合长身体的小朋友 冻水落锅 放少许花雕酒 煮熟后捞起身 用冻水冲洗一次 牛腩如果够新鲜 煮出来元汤就不要倒 沉淀一下杂质等待炖牛腩用 番茄非常开胃有益 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番茄汁拌饭 一定要买到成熟又新鲜的番茄 这样才会有番茄味 用蒜米爆香牛腩之后 下番茄大火炒香 不要放八角之类的香料 会掩盖番茄的香味 炒至番茄出油 就下干材的牛腩清汤 放一块冰糖 吸盖中火炖40分钟 今天的礼汤是鸡骨煮冬瓜 先将冬瓜皮和鸡骨煮半个钟 然后下浸过的意米和冬瓜肉 放一块老过我的陈皮 吸盖炖1个钟 要转成小火 这样的汤才不会写出来 梅菜肉饼吃起来有少少咸 今天做个清爽的莲藕肉饼 做法都是超简单 将五花肉剁碎之后 再将清甜爽脆的莲藕剁碎 如果喜欢吃莲藕 可以加多些莲藕 少些肉 具体配比看屏幕 拌均匀之后铺平变肉饼 用最简单的调味 才可以吃到莲藕的清甜 有条件放少少陈皮丝 大火蒸10分钟 再灑少少迷人的葱花 淋热又激发出香味 桂花鱼鲜甜得来 又没有丝骨 但不要被背部上的鱼籍刺到手 一定要洗净里面的血水 吃下去才会不腥 如果要入味 花刀就切深一点 但不要切断它 做这里再并不需要太精致的刀工 在鱼尾开多一刀 这样可以立起身 用刀将薑丝和葱段的味泡出来 然后放少少盐 一圈油 再淋少少花雕酒 然后帮鱼做个全身彻底按摩 里里外外都不要放过 再要半个钟 这样就很好 然后调回开胃又醒神的糖醋汁 配给看屏幕 糖醋的比例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 如果喜欢调成红色的糖醋汁 就将黑醋换成白醋和番茄醬 两个做法都非常美味 用厨房纸抹干净后 下一个蛋清 将鱼全身拍满生粉 然后用八成油温开始炸 不停在鱼身上淋滚油 炸到定型后再将鱼翻过来 两边炸到金黄酥香 薄薄脆的时候 就可以捞起身 将调好的糖醋汁煮滚 然后全部淋在鱼上 一度开胃又美味 外酥内远的糖醋桂花鱼 就完成 不是坑腩就不需要炆太久 夹走番茄皮就可以上碟 又是一个拌汁都可以吃几碗饭的菜 广东小朋友眼里的酸辣土豆丝 其实是改良了的低配版 要控制好酸度和辣度 千万不要放花椒 有刀工的朋友可以切到头发丝那么小 如果可以切到牙签 已经是very good 土豆丝要爽脆的第二步就是浸水 浸走淀粉 既可以避免氧化变黑 又可以炒的时候保持白嫩爽脆 有鸡油最好放少少 煎出油之后放蒜蓉 落土豆丝 放半条不辣的菜招丝装饰下 全程大火不断翻炒到变软 再落1茶匙盐1茶匙糖2茶匙白醋 浸少少蒸蠔油 炒均勻之后就可以上碟 这道菜带少少酸味非常开胃 又饱肚 鸡油香味浓郁 小朋友整天都吵着要吃 如果小朋友不喜欢吃苦瓜 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做法 苦瓜有那么薄就切那么薄 落1茶匙盐 用力拿到出汁 用盐腌过苦瓜 苦劫味会轻很多 拿到干身后就用蒜蓉大火炒 落1茶匙糖中和苦味 炒香后落蠔油提鲜 炒至干身后再落蛋液 不要急着翻出来 转一转锅 等鸡蛋的香味煎出来 然后再煎另一面 落多少少油 苦瓜煎蛋一定要慢慢煎 等鸡蛋和苦瓜充分混合 蛋的香味和苦瓜香味 就会混为一体 如果煎到水汪汪 就肯定是苦瓜水分没有拿出来 苦瓜苦味就会特别重 这个素健康得来又好吃 大人小孩都喜欢 不知为什么小朋友都很喜欢吃水果沙拉 芒果沙拉只需要有成熟的芒果 就成功了半只90 切小块铺在沙拉菜上面 如果有其他水果都可以加起来 再好似不用浅的 切香甜沙拉酱在上面就搞定 荷原寄过来的手工糊竹 有很多种食法 最简单是只需要用水搓一搓 灑一堆葱花 再淋一圈热花生油 再淋一圈头抽就可以上碟 临时要加菜就超快手 这个做法最大程度 保留了糊竹的香味 口感爽滑 一吃就停不住口 如果人味齐 肚又饿就先喝汤 表弟表妹终于都放学 虽然在不同的学校上学 但感情一点都没有影响 果然是番茄牛白腩 和酸甜香口的糖醋桂花鱼 最受欢迎 苦瓜煎蛋我洗衣最喜欢 见到大家吃得这么开心 辛苦少少都无所谓 我是Miu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 点个赞